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 而且星期五跟着指挥官一起拼台股 各位注意台北股市真的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周 而且我第一句话就要跟所有朋友说了 下一周还有高点 下一周你还要继续收看 下一周你还要把握住机会 你说老师怎么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下周还有高点 我们好多朋友都不敢看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就是因为你不敢看 就是因为散户朋友还没有来 就是因为融资代表什么 代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车的人 所以融资没有暴增 很多朋友还很害怕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这个V型反转的短线满足点都还没到 这个V型反转我说过从这边算一条颈线 短线满足点还有一节 那么甚至你可能是看到两万二以上 短线满足点都还没到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所谓指数的量能跟机会 所以今天来我只这么跟各位讲了 方向绝对没有问题 甚至从整个一个融资渔额看起来 未来的行情绝对没有问题 你只要确定两件事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 来 你所看到的节目 是不是经由所谓天地人战法 是不是真的是所谓从大到小本身的一个比较 然后给出了你所谓的最重要的股票 给出了你所谓最重要最夯的股票 给出了你现在市场上面最需要把握住的股票 我相信这第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真的都做到 尤其是你不要只看这一集节目 如果只看这一集节目叫做我自己吹嘘 你不要把我这几集的节目一集一集的看下来 等一下我让你对 这些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每一天的节目的连贯 我相信是足够说服你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只要确定好 黄敬哲老师帮你说选的产业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第二件事情你只要确定好就可以了 各位注意 指数往上涨 你不要以为所有的股票都涨上去了 最近有什么万海阳鸣长龙 那我不是很建议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他们真的在过去的时间里面都没有涨过 最近包含所罗门在内 所罗门也是今年三月份才开始起涨的 很多股票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两万点前后才开始起标 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两万点了 所以指数在涨或者它温温的涨的时候 好的股票涨得更快 你只要确定好那个股票呢 还在低档 还在月线我就直接公布了 月线最低档 而且你所切入的就是在所谓的第一手的价位 第一手资讯的价位 你知道确定好这第二件事 然后确定好它是原先的题材 那么眼睛是佳能耳朵是谁 确定好这个题材 然后跟上指挥官的动作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不晓得怎么进场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买在第一个位置 是因为没有买在起掌点 是因为在起掌点的时候 包含这里还有第二个起掌点 第二个起掌点 包含第二个起掌点到的时候呢 就算我告诉你 你也不敢跟上来 5月13号非凡商业台 就是本节目 这是标题 这是标题 这是标题直接写在上面给你看 我讲话跟别的分析师最大的不同 别的分析师会不会给你九宫格 然后明天不知道走哪一格 量大就往上涨 量下就往下 如果没有量就横着走 这谁都会讲 因为你把包山包海的情况都讲给你听了 我这不是包山包海 我就直接跟你讲 机器人又来了 那上面写什么 就差所罗门三个字写不下去 所罗门你不敢买的话 你可以买佳能 对不对 佳能涨低一点 佳能你不敢买的话 好 还有更低档的 刚刚起涨的 二十七块钱的 叫做能率 能率集团几乎就是等于 财富指挥官帮你挖出来的 没有我谁知道能率集团跟日本的Live in Report合作 没有我谁知道说原来各位你去看很多这种所谓的恐龙 这种机器人 还有这种所谓日本接待机器人就是能率集团做的 我们做外壳日本做里面的软体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请你先看清楚时间 我也不是在什么哇我几年前跟你讲什么股票涨上来 我请你看清楚时间看清楚切入点的位置 内行的你一看就知道说想要赚大钱 本周要跟对节目就能赚大钱 包含了2362的蓝天 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那时候我还讲说2362的蓝天跟所罗门 怎么想出来的 用膝盖想出来 你说老师怎么讲这么直接 我说真的不要用太多的大脑 你只要想想看六月四号的时候 我们的电脑展在南港展出来 摆出来的时候 总不会里面没有东西吧 会不会有所谓的AIPC啊 会不会卖电脑会卖嘛 会不会卖机器人嘛 那他一定会摆出来啊 最近他这么红一定会摆出来啊 他不摆黄人星也会叫他摆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而且我还没写前面十几个耶 各位看到没有啊 那么甚至呢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次机器人在本周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从三月份开始 那当然了所罗门的机器人不是现在做出来 但是电脂股就是这个样子 当有大老板哇赵元南 当NVIDIA看上了你的时候 啪啪啪啪啪 九字听门就这么出来 注意哦 我还是要跟各位证明一件事啊 每个老师都说所罗门买不到 我说这根本就推托支持啊 所罗门的这一根呢 你各位稍微认真看一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上面有个白点 你会发现代表那边没有所长庭哦 代表那天一点半 甚至下午两点你再去买都还有 下午两点买盘后都会有 自己看清楚哦 所以你没有买到是你们老师不敬责哦 我是很敬责从头看到 你看上面还有个白点哦 所以那天是没锁的啊 所以有的老师说啊 所罗门买不到啦 不是我不厉害啊 我讲句不好听的话 是你们老师在推卸责任啊 这还不是我跟你讲的股票 我必须要说这是黄连勋讲的 我只是赶快抓到黄连勋的 黄连勋里面我开始想到说黄连勋以后都会讲这个 所以呢我个人带着我的会员朋友做什么事 心动马上行动啊 所以你看到这些股票 后面2374的佳能也来了 佳能一开始就说 哎呀我跟日本的机器人合作 我这么一查他的日本机器人就是他的母公司啊 就是他的母公司啊 他的母公司分两家来两家呀 一家叫能帅一家叫能帅网通 你投资哪一家都可以啊 先能帅网通账上给你锁掌停啊 现在的投资朋友 然后呢机器人的外壳 以前他不叫能帅他叫映华 映华那个时候他没有用能帅这个名字放进去 能帅那个时候是在创投啊 所以他叫映华就是本身在叫映华精密 就是做这种所谓的外壳 还有这些钢啊铁啊 这些铁工厂就对了 讲白一点就铁工厂 但是他跟日本的Live in Report合作啊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事情 当我看到这个事情 你说老师为什么你赚得到 为什么我赚不到 哎九支先让你 九支先让你好不好 先让你九支可不可以 那不要说那九支啊 来说这次就好了好不好 我马上跟你讲这件事啊 那你看了会不会心动 股票市场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 你就插那个一只个推手 叫你把你推进去啊 明明这个地方可以赚钱了 明明你就看到一张奖券 哎呀这张奖券看起来很有机会啊 明明就看到一个机会 就插一个真正的推手 一个财神把你推进去啊 所以我经常做这件事情 心动你一定要立刻行动 甚至我不断自我训练的过程当中啊 我都会强迫自己要动作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也要这样子跟着我一起 如果你不会做的赶快来找我 我真的是有一个办法叫做什么 强迫你来想办法赚钱啊 那老师我就这么敢做 我是很想问你一件事 520到了没有 520礼拜一才会到对吧 520礼拜一才会到嘛 好了520就算他到了 520礼拜一才会到的话 你没发觉今天很多股票 连军工股又上来 给你哈喽看到没有 520 而且520之后呢 辛格就认你说 好520我们就所有的股票 全部崩盘了 那你当什么 当我们辛格卓龙泰先生 是是是是是 是上来没做事吗 他一定会做事 所以呢520之后 又是百日新政820又要等着看了 820又要等着看了 然后六月开始电脑展 不管是六月四号 我们台北国际电脑展 或六月六号 苹果要做他的发表大会 或六月二号黄连勋要演讲 我你 他会特别从美国坐个飞机 跑到我们台大校友会馆的十楼 他在那边演讲黄连勋 他可以讲说 AI完蛋了崩盘了 有这么无聊吗 然后呢 美国降息了没有 美国到现在还没降息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你要把握住机会 在美国降息以前 都是做多最好最好的时间点 所以有人从一万二个开始 就叫你保守 我真的很想讲那个人的名字 可是我又不行 你知道没有 不好意思在节目上攻击别人 你晚上看每个人 只要看今天早上来说 明天先不要追 就是啊 明天不要追 后天要不要追 后天就叫你追 追了之后掉下来说 说我昨天叫你不要追 我什么事是这种态度 我从头到尾就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好的题材 心动你就要行动 你管他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钱先赚到表示你是英雄 你看他已经在跟你招手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谁最早跟你讲说 看到没有 今天我不是只有我的节目讲 我连我们非凡最有名 收视率最高的前线百分百 拿起来 毛起来跟你说 我问你一件事 假如没有长的话 那不就事情往我会 但是问题是 各位看到没有 我一定是有把握 我说这个是他做的教育机械 叫Live in Report的教育机械 我说你去到Live in Report 还有去到日本的乐园里面 竟然有恐龙在跟你对话 而且还有表情的恐龙 各位知道吗 那里面做的这个外壳 是印华精密做的 这些是印华精密做的 那里面的软体是他做的 眼睛谁做的 眼睛是他做的嘛 对不对 我们先从眼睛讲起来好了 不是哦 我们要先从能帅讲起来好了 各位看到没有 能帅 注意 如果再回到这一天的时候 你要确定什么事 确定我讲那两件事嘛 第一个机器人的热度一定够 第二件事情 黄老师带你的时候 又是真正的什么 第一手买点啊 对啊不对啊 是不是第一手买点 有没有人买的比这个高 没有吧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切入的状态了 因为你买的比别人更低嘛 接下来的人就准备给你捧场了 等到他涨停满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啊 买不到了 等到他涨停满的时候 你就知道啊第四支也来了 少贴一支 第四支 等到昨天晚上 你还要我讲的更白吗 等到昨天晚上 什么佳能啊 能帅网通啊 全部都上了 能讲那个节目的名字吗 好像也不行啊 反正就是那个那个什么东什么电视台 留什么主持人的节目 反正说那个那种政治节目也跑来讲的时候啊 反正我说实话名嘴也没有会员啊 他就把你讲一讲然后呢不好意思讲说他可能隔天就在那边给你把筹码弄乱掉 我只能这样暗示你他可能前一天买对不对 名嘴没有会员嘛前一天买隔天拉高之后我知道他来弄到我们的筹码了 所以我当然要稍微调节啊 然后呢他也讲到哪里讲到这个啊 讲到佳能啊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觉见识啊 稍微休息一下 所罗门又攻掌停了 这当然有所谓的K线战法 这个我等一下有时间在跟你说啊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啊 代表什么代表机器人非常强啊 你说老师这支这支后半支我没时间去赚了 因为我手上还有别的股票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啊 没有人在所罗门赚的比我的家族成员多 有没有人敢讲这句话的 没有人在所罗门赚的比我的家族成员更多啊 没有人在机器人里面赚的比我的家族成员更多啊 有谁敢讲 好了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了 所罗门其实他只是做一个方案 他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外壳呢 是加拿大的KK公司的帮他代工的 那我们这个Live in Report日本的 那他是由这个5392能帅集团帮他代工的 前名叫做印华精密 我想很少人知道这么多 只是给人帅长你能帅长你 你找那种亚忧地摆 找那种啦啦队型的 我真的常常讲一句话 你去到魏玄龙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林志胜 你要找什么吉利吉老龚冠对不对 你不要老是去找林香嘛 林香是很漂亮没错但是他拉拉队啊 我就是那个打球的 知道没有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你看这个地方来讲 他以前叫印华精密 现在叫做什么 现在叫现在叫能帅 能帅是他本来的公司 然后他做什么 他做外壳的 这个做什么的 做机器人眼睛的 所以呢打进了挥达做他机器人 我们用眼睛来形容 就是说他能够辨别事物啊 那我问你机器人还缺什么 那缺这个啊 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能看吗 我听不见的话这个机器人是没有用啊 对不对 那请问机器人耳朵又打完底部 那眼睛都长上去 外壳也长上去 大家忘记原来还有耳朵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 这事情有没有别的节目先讲过 没有 又来了看到没有 重点就在这里的 我说你只要确定好 我跟你讲的产业是最热门的产业 然后你又是第一个听到的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 第一段要结束了 我还是告诉你 心动请你立刻拨通专线 马上行动 我们等你 有人说股票跟恋爱一样啊 那么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啊 但是呢我必须要这么说 很多朋友啊 在心动没有立刻行动的状况之下 那么甚至呢 你该当换股票 或者当断折断 不断反召其乱的时候 我明明给你的第一手资讯了 可是呢你可能要等到现在 等到现在你会变得很难处理啊 那么股票市场里面 为什么你没有赚到钱 最大的原因就是说 你到底能不能掌握住这个第一手资讯 这个就是我们团队 黄敬哲存在最重要的价值 也是投顾存在最重要的价值啊 因为呢你等外资去买的时候 那是第二手的 你等投信或中时务买第三手 你等新闻告诉你 往往是到最后的一个情况了 就像昨天一样啊 昨天不是本台啊 是别台啊 除了我们以外 另外那几个财经台 呱呱呱呱全部都是讲这个啊 包含之前说 跟着台积电买高雄 是不是一样 那么就到最高点去了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股票市场里面 我今天来 又要跟各位来讲一件事情 很多朋友因为对于第一手资讯 没有了解 所以呢 错过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又要回到今年年初跟各位说 各位来看一下 来 今年年初我跟各位讲什么事 我说你要特别留意 黄仁虚先生 跟台积电魏泽家董事长所提到的 那么做到3.5奈米的制程之后 他们就不再往前进 因为前面的2奈米 甚至你听到什么 什么什么 毫米微米那些啊 那个成本太高了 所以呢 什么什么那种 埃米那种成本都太高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他们要改做什么 改做COWOS知道吗 改做COWOS 后半段给封装做 但是COWOS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你要完成COWOS的时候 必须要在晶圆代工的制程的过程当中呢 就已经埋好了很多很多的引线 我只能这样子做比喻了 这样你能不能听得懂 我今天后面要做COWOS的时候 我晶圆代工啊 这个圆圆的晶圆代工就要 插很多很多的铜线 还有很多很多的引线在里面了 就像什么 就像我盖房子一定要预留这个冷气孔 跟水电孔一样 不然你就算有水电工你也没办法 还得重新凿动了 所以凿动的过程还是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COWOS的COW都在台积电身上 只有OS 把它放到基本上面的时候 在日月光跟这个 还有后面的测试在晶圆电身上 那最重要是日月光的情形 但是假如你不知道这个情况 那你继续说 我就是要 我就是觉得说 像以前那个资源啊 以前这个3661的四星科啊 一路上往上涨的时候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资源跑来问我 老师为什么我的股票会这个样子 我说 那是在关键的时刻 你没有第一手资讯啊 因为你研究的不够透彻 因为你时间不够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同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各位 我跟各位讲说请你注意啊 日月光不够看 日月光的下一步叫做什么 叫做细光只结果一路上冲上去的 那你只要做对一次 注意哦 你自己看时间哦 我说我6442 那天是过年的第一天啊 看清楚前一天是2月5号 中间休息10天 当天我就上了股市现场 当天我就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我就跟你讲说请你注意 那么我已经买进光盛了 光盛102块会到150块比价滑星光啊 比价4979的滑星光 当时的滑星光已经在149块了 那么现在滑星光叠得更惨 所以我说过他一定会取代 那么当时我就跟你讲说 我当天买两只 一只没上去 一只隔一天才上来 就上全 这叫细光只 细光只现在能够创新高的时候 你就很灵活了 接下来你要换什么 开始了不对哦 人家说开始换到所罗门这边来了 所罗门的事情我也跟各位讲了 到了B200的时候呢 那么灰达几乎告诉你说 我们晶片没什么好讲的 晶片现在我所能设计的全部设计完毕了 那接下来是晶片的用途 晶片的用途放在什么 放在机器人上面最好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就一路这么飙上去 然后后面我还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一下下 电力概念股啊 还有520概念股啊 所以对的股票你会一直做对啊 如果你套牢了都不动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知道吗 我还必须要再讲一次 就算那个客人打电话来骂我 我也还要再讲一次 各位知道吗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有人就是跟我说 南地这张股票很好 然后他买了很多张 我现在讲他还是会骂我 我告诉你 但是我跟他讲说不对 拜登在打通宏 打通宏的话 这种属于轮胎啊 什么这种上游的东西 大部分都不会涨 拜登在打通宏 你不要老师给我买什么台塑南亚 南地这种股票 所以呢 请你记得这个时候 再什么时候你要换电子股 我说你再什么时候 给我换台积电你都会赢 台积电真的不用我再多解释了吧 所以我说过啊 心动啊 一定要立刻行动 然后呢 资金如流水 换股定胜负 第一手之讯 你们想过 同样的日子 人家的财富从100万增加到 可能是 这次可能是600万啊 100万300万500万 这样一路上去 各位看到没有 100万 100万 3363两倍 6442 72块两倍 8033 60% 2359所罗门 两倍多 人家的钱是这样 不断不断在往上走 结果你在原地啊 结果你在原地啊 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结果你一直在减少 还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为什么 缺码专业团队的第一手资讯 外资会不会跟你讲 不会啦 我老师跟你说一件事 外资在上涨的时候还可以听啦 下跌他还是去跟你说 这个股票很好啊 我继续看好资源 我继续看好市心啊 然后你的老师很多人 只跟外资差不多啊 你的老师很多人不做研究的 对啊对啊 这个股票很好啊 你看市心一直很好啊 资源一直很好啊 我常常讲 很多人耳根是软啊 就听不得别人说他不好 就像我讲的这位南地的客户 我就直接讲你啦 听不得别人说他不好 但是我真的帮你寻找更好的 那你觉得是哪一个是好人啊 我真的帮你寻找更好 放心啊没有问题啊 你续报 他当天看到另外一个老师 跟他讲续报 他就说报 我问你一件事 这段时间呢 你觉得快乐吗 你觉得你开心吗 你多骂我一句话你开心吗 问题答案我是对的啊 啊 有没有发现啊 你等到 而且这后面来讲的话 我常常讲一件事 刚才提到了 你现在跑去问外资 外资也就跟你讲 这个很好 外资只会讲好 好的时候在这边 因为只会讲好这样 就是对的嘛 只会讲好这样呢 这样反而是害你的啊 问题是很多老师你看 去年电动车跌得这么惨 他一路上再跟你讲好 对不对 放心啊 马斯克没问题啊 到最后才 到最后才一见停损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你还难道忘记了吗 三百块钱一路讲好 讲到最低档 讲到你要去骂他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外资 有跟你讲不好吗 没有啊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真的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真的找到一个愿意 在关键时刻 注意 这叫关键时刻 五月十三号标题 前面没有 后面没有 这里有我们的YT 你可以去扫 我们每天YT节目 都在上面了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 如果是有这个情况 行动力和行动 尤其是这次我帮你 所选的股票 包含了机器人 包含了各位所看到的 没有人找到的能率 没有人找到的能率 外网通没有人找到的二三七四佳能 甚至蓝天在内好不好 蓝天我都不知道 我的好朋友会在电视上讲那么大声 一下就啪了就掌听吧 各位看到没有来 那眼睛是佳能 要不要耳朵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 它不管是耳朵 我就算跟你讲膝盖也没关系 重点在什么 我每次都带你买在最关键的时刻 就像能率的二十七块钱 而且我没有给你选贵的股票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假期当中 我还是告诉你这句话 心动你一定要马上行动 而且现在都还是所谓机器人 最夯最夯的一个时刻 请你赶快跟上我们的机器人概念股 激烈的耳朵将来帮助你 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们下周一起见 甜蜜